好了 預約完成了 謝謝米歐 謝謝 好不容易約上等了大半年的疫苗 臉上效益藏不住 第九輪疫苗開放預約 儘管是在中秋連假 還是有民眾一走就到藥局排隊 我一直都在等BNT或莫德納 那這次BNT因為氣量足夠了 所以就一早就想要來預約了 要在大直這邊打嗎 一人搞不清楚預約資格 要是耐心解釋 這一次上網預約的BMT第一劑 針對三大族群 十八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 六十五歲以上 還有第九類大於四十歲 約有九十一萬人 同時開放高端第二劑 則要在九月二十八號前 打完第一劑滿四週六十五萬人 可以在九月二十二號前預約 剛剛有些是他可能從一早 就是希望都是等BNT或莫德納的民眾 那他這次有順利預約到 堅持要打mRNA疫苗 看中的是安全性 因為在嘉義傳出一名大學生 騎車自摔 送醫後發現血栓情形 而他在六天前曾經打過高端疫苗 會協助家屬收集相關病例 向中央拼出要害救濟 相關性還要釐清 不過疫苗畢竟力大於弊 也有診所一早就在拼打第二劑的AZ疫苗 中秋廉價 藥局診所不打烊 齊心協力擴大疫苗的涵蓋率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原 采訪播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